啊 哎呀 我又骗了 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家吗 哎 桑桑 你爸妈呢 你要干吗 我来给她们送点东西 我孩子是不是在哭啊 李妮呢 聪聪 聪聪 开门 你不是警察叔叔相信的那个人 你是骗子 你走吧 不是 聪聪你先开门啊 别进 嗯 喂 师傅 我该说啊 那个 我感觉啊 唐松松他们家出事了 我刚瞧完唐松松硬了没 孩子哭得可厉害啊 李妮在家孩子能哭成这样吗 我感觉啊 唐家不可能放她自己一个人 跟孩子待在一块 指定出事 我觉得你分析的 非常有道理 不过我就只是一个亲子鉴定师 我只负责亲子鉴定 况且 我不过就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我既没练过武术 也没练过空手道 跆旋道这些的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 你要不然就打电话找她父母 或者是打110报警 我说得够明白了吧 师傅 所以我就想了嘛 如果是您来的话 指不准她就开门了呢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如果警察来了 她也会把门打开的 我挂了啊 可是 这个 师傅 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绝情 在你冷冰冰的外表之下 透露了一股人类的气息 你叫我师傅 师傅 就这样呢 我说你见电视董宁书 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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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我说你见电视董宁书 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你见电视董宁书 你开一下门吗 你好 你好 你还记得我吧 孩子怎么哭了 我给你看 这是送见电报告的 你好 你还记得我吧 你看 我给你看见这个报告的 是送离的 你看 我给你看见那个报告的 我说唐东升 唐东升不是敢 你看 确认我和欣源关系 也就是说唐东升 不是懂的吧 你放心吧 不就说了 老公 我 我看看口吼 看看 都没有水 给大家等一杯水 陶陶 喂 你自己的儿子 你干嘛 你干嘛 陶陶陶 你叫我自己的儿子 姐姐 陶陶 陶陶陶 陶陶陶 开门 开门 快点报警啊 快点 陶陶陶已经报过了 唐总 我帮你 我帮你 救命 你干嘛去 你干嘛去 我要我自己的儿子 小心 你杀了我 我要一个自己的儿子 放开 我要当爸爸 我要到爸 我要当爸爸 如果感到快乐 你就半分手 半分手 你如果感到快乐 感到快乐 你就半分手 半分手 害我感到快乐 你就半全射 半ylum 如果感到快乐 很热 起来快点 你快进去看看呀快去呀 你们为什么抓匆匆 你们为什么抓匆匆 放开 你放开他 你放开匆匆呀 匆匆 匆匆 匆匆呀匆匆啊 匆匆你这是怎么了呀 匆匆 为什么抓匆匆呀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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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呀 有匆匆啊 放开他 为什么 匆匆 我的匆匆 爸 对不起 孩子不是你的 感谢你们 这么多年了对我的照顾 哥哥 明天我会离开唐街 你们多保重 走吧 我都知道了 哥哥 不哭吧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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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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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a 便发现自己怀孕了 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他设计利用了唐东升 这是他在唐家的救命稻草 孩子出生时 他便在出生救命上伪造了血型 当一切败露 除了离开唐家 他已别无选择 在这个事情里 李黎既是受害者 也是施害者 回不去的过去 和看不见的未来 现如今 他只能自己去面对了 就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叔叔 那个李黎带孩子去火热干等了一久 就等一久他那一个爸爸 青春共青居然没出现 他那前男友最后还是接受不了 这现实生活 居然比电视剧都狗行 我在干净子经历这行之前 我以为电视剧都是骗人的 苹果好吃吗 好吃 我以为是有任务 你知不知道我们鉴定中心也是有KPI的 从来不养闲人 我不知道你是猎奇还是意识性奇 你只要在鉴定中心一天 就给我好好干活 别无所事事浪费时间 听明白了吗 知道了师傅 保证顺利完成KPI任务 不要叫我师傅 同样的话一天说八百遍 愿不愿 感谢观看 当然不愿意 就这么做了 有意识的 是有意识的 在哪里有意识的 是有意识的 是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 是有意识的 很有意识的 感谢观看 你现在就知道了 你在哪儿 亲子鉴定我有需要 这我喝过 不得死 我不嫌弃你 我真的是要被我老公气死了 你说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怀孕生孩子 她不出钱也就算了 还非说孩子不是她的 我真的是很后悔 当初什么都不了解 就跟她闪了 怨魂奇想 老公 终于结婚了 老公 老公 你怎么是七月份生日的呀 那你比我小啊 没事 你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毕竟咱们认识才一个星期 没事啊 虽然你比我小 可是你得让着我 那必须的 老公 今天这么开心 我们能不能去吃一下红珊瑚 怎么样 那个味道偏辣 要不咱们去吃甜的 可是 你刚还说了要让着我的 老公 我要吃红珊瑚 是吧 红珊瑚 老公 你开不开心 你就快当爸爸喽 好 这什么 老公 没事 咱有病治病 郁政说我这病会导致不愈 是生不出孩子的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心里清楚 别在这儿给我留心 你要说啥子 你要说啥子 你是不是疯了你 孩子都快一岁了 他也不养孩子 也不出钱 还非污蔽 我说这孩子绝对不是他的 我真的是忍无可忍啊 干嘛 搞定 我一定让他原型毕论 师傅 其实我现在在准备 我马上开张了 我亲自见证第一单 我那些有点激动 莫模 準 都帮我 刘影 有 ako的 要 seated 什么意思 如果亲自鉴定结果出来了 证明孩子是你王兴蕾的 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证明孩子是我的 我就认 我就知道问你没什么用 好 那我告诉你 如果鉴定结果出来了 证明孩子是你王兴蕾的 你得赔偿我五十万的金属损失费 相反 如果孩子鉴定出来不是你王兴蕾的 我舔月付你五十万 怎么样 签不签 签不签 签 孙子不签 继续签 叫王兴蕾进来 他去洗手间了 我去叫他 不哭了不哭了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不哭了不哭了 不哭了不哭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给我过来 我现在是没有尖叫顿跑了 老子 你瞎点了一个钩子了你怎么 你慢点啊 孩子 你还让人家慢点 这不靠谱活街的 凝叔姐白给你开回账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在他们还没有做亲子鉴定之前 就把这事给搞定了 其实跟科学相比 真正难懂的是人心 那你就琢磨琢磨这对预约了 但是不来的人的人心吧 得嘞 师傅 好 保证完成任务 敢一直叫凝叔姐师傅 而她没有翻脸的 你是第一个 来回折腾几次 终于做了鉴定 孩子呢 确实是吴星蕾的 原本 这应该是个幸福圆满的结局 因为吴星蕾习惯性地逃避和怯懦 让本来就不牢固的婚姻彻底崩塌了 天悦早已死心 离婚带走了孩子 是是是 我们这里是安和亲子鉴定中心 好好好 知道 知道了啊 不好意思 打扰了啊 嗯 是 安和亲子鉴定中心张细达 好的 没事了 也没说想说什么 拜拜 等一下 我确实约了亲子鉴定 是 那个 我在资料上看见您预约了 但到时间了没来 我帮您重新预约一下时间可以吗 可以 但是我需要你们给我配最金牌的亲子鉴定师 起码检测过上千人才可以 没问题 我师父懂您说可是我们这里的金牌 别说鉴定过上千人 上万人都鉴定过 那您下午方便吗 我帮您加急一下 应该行 你等我电话吧 好嘞 好 等您啊 拜拜 我成为了鉴定中心最快开单的新人 也因此得到了师父的认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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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